美国加息日终于来了 A股3100点保卫战也将彻底打响 这里是机遇还是风险 美联储高层重要讲话能否逆转全球股市悲观情绪 一旦加息落地 A股能否再次崛起 八道股评还坚持自己的看多思想吗 给我十分钟 认真看二代的视频都会给你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道股评 你现在看的是周三A股复办的走势预判内容 首先在分析进去A股走势前 咱们看一下整体全球市场走势 昨天美股再次形成了很大的跌幅 根源非常简单 就是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 属于美联储正式敲定加息一息的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 目前加息75个基点已经被完全定价了 而且曾多次精准预测 美联储加息的美联储喉舌这个人 再度敲打市场预期 而且直接放映上 别指望霍威尔在今天夜里带来什么利好 这个代表什么呀 咱们要想想 近期的美联储高层 他们的思想非常简单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来解决他们的通胀问题 然后甚至有可能以经济为代价 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 确实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我在昨天前天大前天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对于A股市场乃至全球市来说 其实这次关键在于他们到底加息75个基点 还是100个基点 如果说他只是加息75个基点的话 那么切记啊 对于咱们来说一定是一个利好的 不管他怎么说 他也是老生常谈 对于他们来说和咱们还是一个倒挂问题 所以不用思考那些话语 咱们更多的是什么呀 要等待这个靴子落地 然后看看咱们A股到底能否绝地反击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A股市场现在已经达到3100点附近了 这个保卫战到底能否守住呢 咱马上分析一下 在分析之前提醒大家一句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 长按点在按钮三秒钟给钱了赞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日更新 早中晚屏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看 咱们继续往下说 首先大家注意啊 你们也可以看到了 整个全球市场 因为这个加息日的落地啊 已经形成绿茫茫一片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不是咱们自己在跌 我再次提醒 这次是完全的联动 联动时间已经是两个周期了 该跌的已经跌的差不多了 甚至31005点附近都已经被跌破了 那个位置我已经说过 这是我自己乃至整个A股市场的一个心理关口 31005点跌破之后 我曾经是说过这样一句话的 我说这个31005 如果真实跌破的话 对于我来说 属于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但是一定要切记啊 它这种跌破 不是咱们自己的问题 不是咱们中国市场的问题 是美国美联储的联动导致的 所以这次我不怂 而且再提醒啊 在本周双休的时候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了 本周五个教育日 咱们只看一点 3100点能否最终结局守得住 只要守得住这个关口 那么其他的皆往然 为什么呀 因为它只是不破不力的过程 包括今天啊 乃至昨天都能看出啊 昨天A股市场终于出现了一个小红 而今天呢 在上午附近啊 你们再看上证 是不是一旦说跌破了3100 再次的雄起了 所以这个过程代表什么呀 虽然说3100点保卫战正式打响了 但是有一点啊 一定要切记 这里是有主力多层的保护的 以及大家看图啊 今天的红柱是非常明显的 是不是要大约绿柱啊 代表什么呀 今天无论是放量还是缩量 起码流入的量比流出量大 知道吗 下面呢 我就再用技术面乃至逻辑面 以及国际面给大家分一下 A股市场进去又会怎么走啊 大家一边跟我讲 一边去评论区写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都有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继续往下说啊 首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对于美兰主加息事件来说 你们切记啊 它这种纷纷扰扰的联动 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那么这次的加息落地 马上迎来的什么呀 是下个月没有加息 然后咱们再看A股市场 现在上证的大盘盘口啊 一定要切记啊 我已经多次说过了 本周还有三个交易者啊 加上今天 你们切记咱们的关键在哪呀 无论这两天能否跌破3100 起码说就说那句 周五那天是3100人之上 就一切OK 而且切记啊 按照理论来说啊 今天晚上美联储高层 就正式一席会议结束了 那么这个过程属于靴子 真实的落地过程 那么靴子一旦真实落地的话 一定要注意啊 你们不要感觉前面A股市场 是跟着美股的下跌而调整的 但是一旦靴子落地之后 咱们的主力就有了主心股了 什么意思呀 其实他们并不是在跟着美股调整 而是在等待这个加息靴子落地 然后再次形成自己的走向 所以啊切记啊 今天晚上美股无论跌与涨无所谓 我认为明天都有概率 再次形成一个向上的反攻 这种模式才是非常符合咱们 靴子落地 见光死再雄起的过程 而且切记啊 今天已经非常明显发现了 只要跌破3100点之后 它就一个再次形成一个向上的十字形针 对不对 就能看出啊 这个位置下方是有很清淡的支撑的 包括现在的MCD啊 再次进行已经再次形成一个MCD的底背离模式了 这里一旦形成雄起的话 切记啊 我相信3150是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有可能是剑指二式生命线的 所以这个时刻希望大家注意啊 咱们A股市场确实因为国际市场的扰动 导致现在被联动了 但是有一点它不是咱们本土的问题 咱们依然在做着一些让大家稳名声 稳经济稳政策的一个什么呀 降息 所以这个锅咱们是绝对不会背的啊 一定要注意 这是一点 第二点什么呀 第二点 截至目前为止啊 切记啊 所有盘口乃至证券那种护盘龙头 都已经下跌到了一个什么位置 自己看 大家看多 这就是证券盘口啊 非常明显的啊 它下跌到什么位置了 前方的一个箱体支撑区了 自己看 是不是 再看它前面那次跌到这里位置是怎么雄起的 然后现在到这里形成一个红色的十字星 想一想它的雄起过程 是不是有种欲取同工之妙啊 咱们再看其他图形啊 这幅图是上证武林盘口 可以非常明显发现啊 大家看图 我画的这个方框啊 基本就是整体二零二年的走势 自己想一想啊 从上方三千四百点往下跌 切记啊 这是上证武林盘口 那么达到二六八八点开始 这个位置开始有一定的浮动性雄起 自己想一想 所以导致它这个水平线呢 就是它进去的一个主力盘口支撑 那么自己想一想啊 前方两次到了这里都可以再次雄起 那么这次呢 依然到了这里 想一想它的雄起概率有多大 自己不言而喻啊 这是上证武林 代表的是上证盘口的权重蓝筹 然后咱们再看其他的盘口啊 大家看多 这就是创业版武林 对这幅图来说啊 一定要注意 在前方也是存在一个水平线零周区的 我给大家画一下啊 从这里开始画线啊 一定要记住啊 要画水平线 就能非常明显发现啊 前方这个位置是有过一次压力变支撑 支撑变压力的过程的 就代表说 这个位置是存在主力的多头聚集的 而且在此前啊 千万切记 现在不单是上证武林已经见底了 那么创业版武林呢 也已经在底部区域了 包括现在啊 MCD在创业版武林之中已经出现了 昨天我给他画的图是什么呀 是四波峰 乃至五波峰的什么呀 一个底背离 强大底背离攻势了 所以这种程度 一旦凶起的话 一定要切记啊 绝对不是百八十点 而是很大的一个反弹潮的 所以他有可能会贯穿 整个第四季度的一个整体上浮 咱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呀 是在冰点地量间调价之时要稳住情绪 既然是其他国家的事情 不是咱们国家的事情 那么这个联动它所形成的最终结局 一定还会收回来至其一 其二 冰点地量间调价我已经多次说过了啊 它本身是一年半时间 乃至十七个月时间的一个最强底部区域 那么这里一旦凶起的话 自己想一想啊 它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真实地量再次凶起的过程 这是非常符合成交量第一法则的 那些所有学习成交量法则的人 如果你不懂得冰点地量间调价 你还玩什么啊 而且再次讲 基础表之中最强的一个指数法则 就是成交量法则 那么成交量法则都已经预期 这个位置是见底模式了 这里霸道股评能够给大家泼冷水吗 再次讲啊 我永远不会圆滑地说话 我不会为了保全自己 而改变自己现在的操作策略 而且现在我直播都停止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 股民最困难的时候赚你们一分钱 我要做到什么呀 和你们现在非常平等地一起 同甘共苦这个过程 等这个过程结束之后 咱们再去说其他的 但是这份共苦之心 你们有可能会误读 认为我是主观看多 但是咱们自己走着瞧啊 3100点附近 咱们用时间去验证 他最终结局是怎么走的啊 注意先别走 千万别忘长按点赞和加关注啊 这里得有至关重要 大家都帮忙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日更新 早中晚平提言语派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去看啊 好了就主要看新的视频吧 下段视频再见